Hello 大家好 我是Cifi 大家記得之前有條影片 我跟幾個女生朋友一起去試婚紗和拍Predding的裙子嗎? 其實Predding已經完成了 然後婚紗即是Big Day那天我想穿的裙子 都已經訂了一個款式 所以我心想 不用再試裙子了 搞定了 但Gono這次竟然是未來老公推薦了一間婚紗店給我 前陣子跟她一起去拍Predding 她已經見過我穿的很浮誇、很大條、很長的裙子 應該就不會有韓劇的那種 WOW! OMG! 那種真的沒有那種感覺 始終她也沒有跟我去過婚紗店 因為婚紗店是有一個台仔 還有一個簾 你一拉開就看到自己的新娘那種感覺 總之她今天就幫我預約了那間婚紗店 還有我現在是用了一個我也很喜歡的 這段影片也想介紹一下給大家的 我現在用的是新升級版 之前舊版的那個 其實我在Carlico的時候 跟Yoyo一人一人一個 很喜歡用 覺得很棒 它是一個相敏度挺高的 氣墊粉底 我想如果大家看到 應該都已經用過或者有聽過了 沒錯! 就是它啦 Laneige的Neo Cushion 我現在手上這個就是新出的升級版 其實剛才化妝的時候 我都拍了一些過程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質感 顏色 我用什麼色號等等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回去一個小時之前 跟我一起get ready 首先就用這個防曬調色底箱 之後就上這個Neo Cushion 我現在用這個薄荷綠色盒 就是一個mat finish的 即是霧面的妝感 我呢 用那個色號呢 我現在留給大家看 是這個25N1 這個是偏健康一點點膚色的色號 我平日用那個顏色 其實是另一個 就是用21N1 不過去完歐洲回來 因為我覺得身體曬黑了 那些手臂那些 我沒有很勤力補防曬了 所以我就用25N1 配合健康一點的膚色 它總共有四個顏色 大家可以看看色號和顏色 我自己最推薦就是用21N1 而且它的遮蓋是超好 所以你印的時候 不需要拿太多粉 基本上你印一下 已經是夠遮蓋整塊臉了 你看到它的遮蓋是很自然的 我這個胃呢 本身有些生了粒粒的紅印 你輕輕一印 它基本上是大部分的瑕疵都已經遮蓋了 而且你看到它的粉質是很貼服的 而且上了之後很自然的膚質 是不是 現在就上了這邊面 你看到毛孔那些都遮蓋得很好 而且鼻翼那些 它完全不會卡粉 那些很貼面 那大部分的瑕疵其實它都遮蓋到 你看到這邊未上Cushion 還有一點小斑仔 它是印一下已經很高 遮蓋到 基本上黑眼圈都可以遮蓋到 如果你不像我那樣的類型 是不用遮蓋高的 一盒這個Cushion已經完成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Cushion的起源呢 其實它是Lineage母公司 韓國的Amour Pacific 第一個發明Cushion這件事 Lineage也是其中一個 率先推出Cushion的品牌 其實我也有用過最初代的Lineage Potion 但那時候又不是覺得超級好用 因為那時候的韓裝 其實是很強調 很亮面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是比較黏 對比現在 現在它一路發展 真的進步了很多 所以我整個感覺 用Pushion的感覺 其實是真的不同了 經歷了這麼久之後 還有它現在這個最新upgrade版 真的用了很多 可能是整個質感 或者持久度 都改善了很多 就是你塗上去的感覺是舒服的 完全不會覺得焗 或者黏 我本身是想畫著半邊 和大家聊聊天 再慢慢搶 但是 我超快完成了 你看現在兩邊 是很自然 很均勻 好像自己本身皮膚 很好那種感覺 它這個新星級版 是有一個專利的技術 叫做微米粉底技術 可以將粉底的粒子 做到很幼細很幼細 所以它上妝的效果是 特別貼 特別持久 可以做到很細緻均勻 和遮蓋毛孔細紋的位置 而且它裡面還加了 叫做Neo Booster的護膚成份 所以可以做到一個 抗氧保濕的效果 它不會說很黏痴痴 都是輕透水潤的感覺 而且Cuzion真的很方便 很快完成 所以香港這些又潮濕的天氣 大家又趕時間 想多睡一會的話 其實就真的很適合 我看資料 它還聲稱可以做到50小時 不變色 這個新星級版 我之前都已經塗過它 出了整天街 回家都不會覺得暗沉 或者變色 所以我今天出街之後 都繼續拍給大家看 塗完這個Cuzion 然後我會加碎粉 很有趣 好像Cuzion的包裝 很方便 碎粉 香港的天氣 最好就加上Talda定妝 就會更加好 如果大家可以去韓國 或者比較乾燥的地方旅行 其實我想只塗鼻子 就可以 所以可以保持這個 很無瑕的 微霧感奶油肌的妝效 其實它的設計真的很特別 而且很方便 Pock 就跟Cuzion有些不同 它這個是毛毛質地 方便你印碎粉 裸粉 裡面 你打開是這樣 其實它有一個矽膠的濾網 你看到很多微細的洞 你一按下去 它的碎粉就會出來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碎粉的設計的時候 是很驚訝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它們這個碎粉 帶出去很方便 它不會說粉全部都飛出來 拿出去 或者帶去旅行也很方便 塗完粉 其實摸上去已經是很爽滑的感覺 我現在就先畫眼睛 嘴子 搞定 有朋友提到我 其實去試裙子 最好都是化好整個妝 還有少少頂一下頭 因為如果你沒有設頭 沒有化妝 素環 其實試裙子出來的效果 是不一樣的 就是看不到實際穿出來是怎樣 可能會覺得 不是很適合feel 或者選擇都選不到你想要的款 這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現在是點半小時左右 下午 其實我預約了四點鐘的試裙 我現在先做一陣子 然後回合了男朋友 出去再拍給大家看 稍後見 我最近很喜歡做這個沙律 加了胸肉 然後有些紫藥蔥牛油果 加了一些藍莓和青藍茄 很簡單加一些鹽和胡椒粉就可以了 哇 我們會合了 哈哈 現在已經搭升降機 上去 這裡有很多漂亮的裙子 我因為已經有試裙的經驗 所以這次我在IG已經看好了幾條 本來我想選擇這些有袖的款 好像不用擔心手臂的問題 我就選擇這條紫色 試試不同的顏色 這些選擇的款都很漂亮 有沒有想我穿什麼 好概念 哈哈 喂 多可愛 這個 你覺得怎樣 選擇也不錯 是 而且它這些位置有點窄 不用縮圖 縮圖 對 就是可以遮蓋 你那天可以用到你這樣吃 哈哈 哈哈 這個是另一個極端 哈哈 剛剛真的很簡單 因為之前已經試了一些都會粉色的款 所以就試試紫色 突然之間由這麼簡單 跳到我這麼浮誇 我會想吃不太多 但也不錯 還有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珠珠 很閃的 下面這個位置也很漂亮 這是一個芬芋草展覽的快捷 第三條 這條是有點韓式的感覺 還有都閃的 閃的 閃的啊 有很多小閃的芝片仔 珠珠啊 沒有剛才那個那麼特別 哦 很流行的款式 很大陸的款式 我覺得你適合你 讀特別的東西 哈哈 哈哈 感覺到它不停在撈 怎樣收拾 哈哈 我覺得這條好像挺顯瘦 都 是啊 好像這條腰都很油 這條挺漂亮的 而且它那個袖 很特別 都遮蓋到包包肉的位置 而且下面還有閃 我覺得閃也挺漂亮的 你還不喜歡閃嗎 呃 我沒什麼看過 它呢 其實這裡前面做了一塊沙的 但是它很invisible 那塊沙 完全看不到 接著是外收的魚尾款 好像露出的部分比較多 有些閃的珠 有些珍珠 有些花粉 你覺得魚尾怎樣 都挺漂亮 是sexy的 不過我覺得你很不實際 露出了很多肉 我覺得 最後這條 就是一個 low cut的款 還有一個小手 長浸 我覺得有了好像 茉莉公主的feel 然後這些又包住了 那個爸爸肉 這個也挺不錯的 是 下身有些detail 下身有簡藥 你知道經常都說簡藥的 你那些簡藥不簡藥的 你那些簡藥不簡藥的 你那些簡藥有些detail 最後 我們見還有少許時間 所以試多了一條 有啊這個牌子呢 是 很多客人都喜歡的 是嗎 天津沙 天津沙的一種 那個pattern好像有點滑 我覺得這條和剛才 你是不是有那條蝴蝶在那邊 是呀 短袖 我覺得不相伯仲 這個是小仙女 那是小公主 耶 總共試了出一條裙 大家喜歡哪一條呢 可以下面留言給我們知道 好 現在試完裙子了 大約六點多鐘左右 過了大約半天呢 其實那個妝呢 都沒有怎麼脫掉 不過我都會補少少鼻子 因為有些鼻敏感呢 有時候紙巾抹了我 我夏天呢 這些位置會出油出得更厲害 那我用紙巾印少少 補妝的時候呢 不要拿太多 輕輕按少少 印好少好少就夠了 因為呢它本身的粉質呢 都很小的 所以呢 它可以跟本身的粉底融合了 那你就不會說一塊一塊 所以直接這樣印上去就可以了 而且呢 你看它呢 這個位置呢 很有趣 有個叫做Nail Dot 它呢 可以幫你這樣卡住粉底融 即是你不怕 一打開的時候呢 會滑下鼻 或者 有點污漏 不見了那個融合 那就方便一點了 又來了 童仔 Hello 童仔找到一個玩具 晚餐有朋友來就一起吃 我們叫了譚仔 你叫什麼菜 我是芫荽皮大雞 你呢 你這個什麼 酸菜 泡椒酸菜 不知道是魚酥 青湯 豬潤牛肉 生菜 好了現在 到了貓咪領毛的時間了 已經是晚上的10點半了 那我們看一下妝的持妝度 我相信大家用了都會驚訝 它真的保持得很好啊 其實 如果平日夜睡一點 再硬一點 看到妝呢 都可以是很完整的 而且你看到 在同一個燈光之下 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暗沉的問題 你見視覺上 其實它完全是沒有粉堆積 或者真的溶得很嚴重 還是跟今早差不多 下午補妝那次 其實都不是說真的溶得很厲害 你看到呢 我這些毛孔啊 細紋啊 這些瑕疵仔的位置 其實它也是完全遮到 而且整個感覺不會說 很焗啊 很黏啊 你要立刻回家 就卸妝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是完全沒有 是挺清爽的 那我也想趁現在介紹 這個粉紅色給大家 粉紅色這個呢 就是glow finish 就是有水光那種 亮面的效果 就是你的皮膚呢 會有很水亮很透亮的感覺 那我現在就卸這半邊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質感 因為其實它遮瑕度也很高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很薄都夠 那你越薄就越不會覺得黏和焗 那現在卸了這邊的妝啦 那這個呢 我都用回跟今早同一個色號給大家看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是用了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是剛剛塗的glow finish啦 那這邊呢 那你見到呢 其實剛剛塗完上去 已經是很明顯 就是比這邊呢 是多一點點光澤感 但它不是說油光那種 而是很水光機那種感覺 它的光澤呢 都是細緻的 不是說真的很亮很亮那種 而是很自然那種水光的 而且你塗上去的質感 你都會覺得是水潤一點的 所以呢 皮膚比較乾 或者喜歡點自然透亮的妝感 的話呢 就可以選粉紅色這隻 最後的部分啦 哇 屯子都反轉肚子 表示興奮 在購物優惠的部分啦 那呢 現在在Lineage的門市 或者e-shop 買任何一個 新星級版的 NEO Cushion 就可以再用我的 Promo Code NEO 23 CINPHIA 可以免費獲得 Cleancing Oil 和Cleancing Gel 的旅行妝啦 妝底呀 這個NEO Cushion 其實本身它一個是350元 那350元呢 除了有原裝整個Cushion之外 它裡面還有一個 補充的內心 對比其他品牌 可能真的 一個Cushion的價錢 只是買了一個原裝的Cushion 它這個真的是 超划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入手啦 那我現在都去卸妝準備睡覺啦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好